全油管最快新闻,海南一女子遭一水果店老板强奸后留意输自杀,警方因证据不足为立案。 但案件引发关注,警方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复查。 事发前,受害妻子多次遭到骚扰,但因担心家人受威胁,为告诉家人真相。 遭强奸后,她情绪低落并留下相关证据。 当地警方在案发后与黄某冠协商私了,但被害人家属坚持报警。 目前,警方已接受家属刑事赋议申请,将重新展开调查。 这起案件引发舆论关注,社会对警方调查结果和司法公正期待十分高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